大家好,我是苏夏和 这两天我们的所有的兴趣都在大选 各种关于大选的预测 各种传闻什么的 然后支持民主党的人和支持川普的人 吵得不亦乐乎 我们都忘了一个特别的 具有美国大片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说的是一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 今年刚刚是27岁的华顿 Fillip Warden 人是住在尼日尼亚的北部 近邻尼日南界的一个乡村 以后是本周二 是10月27号 一伙六人组成了一个绑匪的团伙 手持AK-47突击步枪 骑着摩托车 突然闯进Fillip Warden的家里面 当时Warden正在院子里 Warden将身上仅有的40元 全部都交给了绑匪 一个传教士的孩子身上能有多少钱呢 这些绑匪可能是找错了对象 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意 觉得钱太少 他们想象中的美国人一定是超有钱的 所以绑匪就特别不服气 特别愤怒 然后就直接就把Fillip Warden就给绑走了 冰雪打电话给Fillip Warden的父亲 这些武装分子呢 这些恐怖分子绑匪呢 好像是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什么 富兰里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绑架Fillip Warden的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抢钱 是为了赎金 所以接到Fillip Warden的父亲的求救之后 川普总统 我们的伟大的川普总统 马上就采取了行动 发布的命令 然后派出最精锐的海豹突击队 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 实施一个跨于万里的一个营救行动 赶在绑匪将华盛顿卖给恐怖组织之前 将救出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 那个Fillip Warden的父亲 他上哪儿 一下子凑100万美元去呢 什么没有 如果你搞不到的话 要么这个孩子就被杀了 要么就直接他就把这个孩子 就是送给或者是 卖给这个什么 叫做恐怖组织 因为当地据说有这么一个线索 有这么一个习惯 或者有很多绑匪都搞这个事情 他们经常绑架一些美国人 或者绑架一些外国人 白人啊 完了以后呢 开始是喊钱 但是发现搞不了这么多钱 最后他们就把这些人卖给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 当然拿来以后就发现对美国人的仇恨 对西方人的仇恨嘛 完了以后就把人给杀了啊 就这是个套路 所以这个 10月31号 大概有30名海豹突击的队员 从美国本土啊 佛吉尼亚赶往西非 你要知道 从美国本土啊 佛吉尼亚就华盛顿 特区的南边啊 从这个地方赶到西非 当天凌晨参与行动的海豹突击的成员 被空投到距目标所在的大约三英里的地方 然后徒步奔向这个目标所在的 海豹突击的成员 利用这个CIA提供的情报和无人机的探测啊 精准的锁定的绑匪的具体位置 果断的发起突袭 现场的七名绑匪还在等待这个一百万白花花的这个银子啊 赎金准备计划怎么这个花掉这笔钱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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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走 没想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六名绑匪全部呢被摧毁 当场就就被干掉了 另外一名绑匪呢逃走了啊 是下落不明 随后呢海豹突击的直升机飞扑目的地上空 将华人叫菲利普沃顿接走 据报道啊 这个受到惊吓的这个菲利普沃顿啊 现在正在这个美国啊 驻尼尼尼亚大使馆接受康复的照料 所以这个东西啊啊 情节是很理切啊 很精彩也很惊悚 尤其是从美国的本土出发的海豹突击队 直接在这个尼尼尼亚啊 不远万里把一个美国人救走了 这个故事实在是让人太太嗨了 也太精彩了啊 呃 那毫无疑问呢 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这个川普总统的 婚下呀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 呃 当总统以来他不救了不少人 从海外救了多少人 那我这里有一个数据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就说这个他救的人可不少了 呃 我我看看啊 是救了大概有六六十多个人吧 一共救了六十多个人 全是从海外救出来的啊 以前呢都是奥巴马不管的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又兴起了一个川普热啊 啊觉得这个川普太牛了 上来就把这些这个被别人欺负的 这个美国人给救回来了啊 就兑现了他的诺言呢 只要你是美国人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无论你遭遇多大的痛苦和苦难 我都会把理由 我都会来救你的 我都会关心你 我都会想必须办法救你 而且在这个意义上 他不不论你是民主党的这个粉丝啊 这个支持者 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只是一个条件 你是美国人 那川普总统就一定救你 所以我们看到啊 救了不少人 那川普总统这些年 呃 你你人你也算好的啊 真的啊 因为他毕竟不是那么的繁美嘛 是吧 你现在在朝鲜这样的 这个地域一样的国家 救了好几拨人吧 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事实吧 在土耳其救了好多人吧 是吧 唉呦 了不得的事情啊 这个川普总统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看到这样的这个情节 看到这样的故事 我们很心里很安慰啊 觉得川普总统真是一个 哎呀把美国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 真是个言初必信的总统啊 而且川普总统也干掉了好几个恐怖分子的头目嘛 是吧 这都是与川普总统对军队的这种指挥 可以相当的给力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他还真是把美国人的生命 美国人安全放在第一位 美国优先 这句话可不是川普总统说着玩忽悠选票的啊 他不忽悠选票 他是正儿八经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每次都做的非常精彩 所以很多人就是就就想啊 这个各种议论就起来的嘛 一方面当然就像我一样的 就是这个点赞嘛 觉得川普总统海豹突击的太厉害了 真的是 这是在其他国家的人是不可想象的 怎么就完成了啊 真是万里救人啊 是不是 中国人过去我们说故事就要千里走单旗啊 你想想这个现在的美国人是万里啊 救自己的同胞啊 太给力了 真是你只身为一个美国人 这时候你你真的你对着心跳气是热的盈眶 你会永远爱国 永远热的盈眶 真的这个国是美国的国啊 美国的国真的是很很令人激动 真的是你这个时候啊 应该要兴起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昨天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啊 要这个在全国这个公立学校兴起爱国主义教育 爱心跳气 爱自己的国家 这很好的 是不是你国家如果对自己的国民都不关心的话 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可爱的 可是川普总统时代的美国多么爱自己的国民呢 为什么不爱呢 我就搞不清楚美国人都想什么 真的是脑子进水 有些人真是有毛病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还还不止于此啊 所以很多人讨论起来的 就是说这个被救回来的这个Warden 到底是川普的支持者呢 还是还是一个反对者呢 很多人说啊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白左 一定是一个啊小清新啊 你一个好好的美国人跑到你这 你要干嘛去 你不你美国有这么多人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福音 大家都不去教会了 你真真正的握头 真正的福音传播的握头 应该是在美国啊 事实上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啊 真的非常同意这句话 但是人呢特别喜欢这个什么高估自己 对远方的那种陌生之人的爱的能力 而对身边的人的爱啊 那是是非常的冷漠 非常的视而不见 你说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别的国家 啊爱的不行了 但是对自己的同胞的痛苦 自若罔文你说是不是 的确是这样子的哈 啊还有就是你看那很多这个啊 中国的传教士他跑到外国去传教啊 啊传教士这个事情很好 我非常尊重 但是你想想中国有多少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呢 没有听见过圣经的人呢 多少人需要需要传飞呢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本土去传呢 是不是这美国人也是一样的 你美国现在至少有近似于一半的人 已经远离了基督信仰 他们早已不在阅读圣经 他们早已从来不去教会 这才是真正你值得传服你的对象 为什么要啊去到一个非洲 或者是什么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村庄 去搞这个事情呢 难道美国的这些啊自己的同胞 就不值得你去向他传播上帝之爱吗 没有道理的事情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有人说他们可能是一个白左 可能接下来啊对川普不那么友好咯 他也不会感恩咯 哎这句话很难讲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我们我们不是去追问 这个是菲利普沃德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到底是个川普的粉丝还是一个拜登的粉丝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人性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就是有人对万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人啊 他所表现出的爱那是感天动地啊 可是对身边的人对自己国家的同胞 他是置若罔文 这是真的是个人性的非常残酷的事实 无论是在我们身边还是在啊什么这个美国认真的 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欧洲都有这样的情况啊 就大多数人都喜欢去别人的国家去传福音去去去去展现自己爱的行为 但是在对自己国家的人他反而没什么太多兴趣 当然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啊有趣的一些事情需要辨行也没那么简单 比如说我说我无数次啊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也不梦悦呢 就是因为啊你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你对美国人传福音 人家根本就啊不不当回事 但是如果说你去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你作为一个外来的人的形象出现 也许人家会把你的话听进去 也许你传福音的效果更好 是的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说了吗 我们不对这个菲利普博文的事情啊 作为一个过多的一个分析或者议论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人们挖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个事实啊这是使得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片呢 这个惊悚的大片呢 这个美国海军多战队不远万里啊 救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啊 这个菲利普博文的事情啊 又有的深一层的思考 说的是川普去年的时候啊 也是排军队啊啊 这个救了一个被埃及困住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啊 不仅是女孩子 她是一对夫妻被埃及这个当地的恐怖组织给抓住了啊 完了以后呢 这个川普总统经过物外交啊 经过一些这个军队的努力啊 也是海豹投机队的努力把这两个人救回来了 救回来以后按照川普做事的习惯 上次救了土耳其的牧师以后啊 土耳其的牧师就去到了白宫 然后就跪在地上 手的扶着这个啊 川普总统的膝盖在那里为川普祷告 所以我们那个途径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牧师他跪在地上 他不是跪着川普的 他是向天父向上帝跪拜啊 然后呢他的手放在川普总统的膝盖上 是用上帝的话语的祝福川普总统啊 让他刚强壮的不要惧怕带领美国人民的真自由 你说是吧 是这样一个图景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同样的情况 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外交力量 然后把这个玉队夫妻从埃及救回来了 川普总统一样的要在白宫要接见他啊 结果接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啊就是说川普总统说 嗯你就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我很高兴啊 这是我做的事情 这是唐达的川普政府所做的事情 只有我才能把这个事情搞定啊 奥巴马总统是不会搞这个事情的 而且搞不定 所以当时这位这个年轻的啊 这个年轻的妻子啊 这个女孩子当场就非常的不高兴啊 回头呢就在背后呢 就是接受采访呢 就骂川普 说川普太骄傲啊 太自负啊 对我说这样的话我非常的生气 你发现没有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人性的那种阴暗的所谓的优暗呢 非常不可思议啊 你事实就是如此 你想想川普总统曾经从朝鲜救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啊 被金正关了好几年 这个这个年轻人在朝鲜被关的时候 他的父母长期游说啊 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啊 真是每次都是没有任何收获啊 拜登呢就打马会啊 奥巴马就直接就告诉他 这种事不要找他 别烦他就行了 所以一直就是让那个年轻人 就在朝鲜的监狱里面呢 受尽的折磨 结果川普总统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把想办法把这个人就救回来了 一个年轻的24岁的帅帅帅帅的一个小伙子 真的是特别年轻 结果救回来以后没几天就死了 因为他在朝鲜接受的非人道的 非常残酷的虐待啊 给他打了一种特别奇怪的一种 一种这个毒药一种针啊 导致他这个神志不清 全身的身体都被破坏掉了 回来没几天就死了 所以这个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就是感谢川普啊 那你看这是你看到这是传统的美国人啊 就是感谢川普 说没有川普总统的话 他的儿子根本就不可能回来 也不可能死在自己的家里 所以他要再次要打官司啊 要起诉过去的奥巴马和拜登 这个事现在都被人忘了 你知道吗 现在居然拜登这种这个 这美国人的生命运不顾的人 就就就敢大眼不惭的 毫不脸红的去那竞选总统 你还想让那些被流氓国家绑架的美国人啊 客死他乡吗 真的是特别的不像话啊 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个被川普总统从埃及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亲自救回来的这么一个女性的 这么一个美国公民啊 居然就到今天为止 还在穷尽一切言辞了 在那里批评川普 在那骂川普 而且他公开的声明自己就是要支持拜登 我也搞不清楚人会为什么和这样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说美国的大片大片呢 他的那种人性的复杂性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按照一般的道理 你想想你都已经被绑匪绑架了 你在埃及如果总统不救你的话 那你肯定就被埃及的当地的恐怖分子就给杀死了 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就是吧 你川普总统上一次发起的一个斩首行动 就是以一个在中东被被杀死的一个少女的名字 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就是当时看这个新闻真的 川普总统心里真的有每一个美国人的生命 特别关心美国人 他真的是一个兑现了他的诺言 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好总统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白左 这些这个小清新的人 为什么人虽然你被川普总统救回来的 还要骂川普 这个人性的右岸性 人性的复杂性 真的是让我们无法理解 也真是叫不可理喻 但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所谓悲惨世界 我跟你说这个基督徒做好事情 你千万不要指望别人来感谢你 这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常年的关心别人 但最后应来的是什么 是别人的对你的痛斥谩骂侮辱 甚至甚至是不仅是人身的攻击 还有身体的攻击 就是这样子的 你说你说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中国社会如果没有记录 美国英美的传教师来中国的话 中国今天没有科学 没有气 其实什么的现代性的文明的痕迹都没有 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纯农业的一个 非常粗鄙的社会 没有没有没有传教师的努力 中国到今天我一直仍然没有医院 仍然没有大学真的 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没有 你就是中国如果没有传教师努力的话 中国还没有抽水马桶呢 中国还没有城市还没有下水道呢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 真的都是传教师搞起来的 上海如果没有传教师的话 就还没有没有徐家慧呢 你想想徐家慧那个地方多美的一个地方 徐家慧徐光启 你听这个名字你会知道 他是一个基督徒徐光启 这一定是后来他信主以后自己改的名字 就是说他承认自己 是一个被上帝的光所启蒙的 所照亮的人 所以徐光启跟这个立马桶的关系好 都不得了 你想想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被传教式的 这种爱 这种无私的一种奉献 所滋养的这么一个时代 但是中国人到今天为止 在全面的迫害基督教 从包子里土共到一般的老百姓 都在骂基督教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悲惨之真相 谁能想到在美国他也是如此呢 为什么这样的人被川普总统救回来以后 不但没有去感恩啊 反而在那里痛骂川普呢 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上帝信仰 他们不再理解啊 一个有上帝信仰的人 到底秉持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伟大的价值观 圣经的价值观是一手是爱啊 真是一手是刀剑 一手是圣经 一手是枪啊是吧 真的是一手是金戒 一手是玫瑰啊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简单的理解 为什么的上帝是爱就是爱 没有当你说上帝是爱的时候 你要记住上帝是愤怒 上帝是雷电 上帝是硫磺的火焰 当你记住上帝是雷电的时候 你要记住上帝是爱 两个东西都要同时记住 可惜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真的是处在一个如此悲惨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 你又知道川普他总统 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事业 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他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他是一种必然事件 美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上帝兴起了川普 所以我们要看懂这样的世界 不要脑袋一蒙 在那里吃吃喝喝 谢谢大家